各位好 歡迎加入7月11號星期四大愛午安新聞 我是林國新 首先一起來斤斤計較 關心的是我們的體重 很多人以為變胖是因為吃太好 太營養的後遺症 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營養師觀察到很多人體重過重 反倒是很缺乏營養 主要是愛吃不健康的食物 維生素還有蛋白質等營養缺乏 才會營養不良 身體裡頭的熱量才會無法代謝 導致脂肪堆積 讓身體發出飢餓訊息 所以人才會一再吃盡非常多高熱量的食物 那麼進入一種惡性循環 因此建議大家要多吃圓形的食物 才能夠打敗肥胖 你知道台灣被稱為胖島嗎 台灣BMI大於24以上的 其實有50% 那BMI超過30以上的是有12% 那目前在世界的肥胖排行榜 目前是位在137名 活動量不足 吃了太多的一些加工食品 碳水化合物增加蛋白質同時也增加了脂肪 脂肪的攝取量是偏高的 還有活動度的減低 蔬菜水果攝取不足 導致我們有胖島這樣的稱號 我們台灣有三大疾病 高血壓 心臟病 糖尿病 就會造成了一些勞動力的不足 慢性疾病的產生 還有一些社會支援 我們都吃了很多熱量 我們都看起來白白胖胖的 就跟被冠養在籠子裡面的動物一樣 每隻都很肥美 可是卻沒有免疫力 必須靠著藥物來治癒疾病 沒有治癒力 每隻都看起來白白胖胖 你去看牠的身體組成 以脂肪居多 一天有沒有吃到 三個拳頭的蔬菜 兩個拳頭的水果 請減少精緻店舖的社區 像是含糖飲料 一些珍珠 粉圓 泡麵 餅乾 甜點 炒飯 炒麵 漢堡 你現在打開外送平台的App 你可以點到青菜嗎 你要特別去找健康食物 然後你會發現 而且那個食物的價格 包於其他的食物 就是我們現在台灣面臨到的風險 吃蔬菜變成了一種奢華 所以我們會鼓勵台灣的人民 最好在家自己煮 至少一個禮拜煮到二到三次 蔬菜的量增加起來 有一句成語是這樣說 同病相連 其實就是要培養我們的同理心 台中慈濟醫院的神經醫學脊椎中心 到戶外舉辦了病友會 有玩也有吃 也有胃教宣導 病友們是彼此互相的加油打氣 還有病人說是藉著病友會來追星 為什麼一起來了解 這一天的病友會帶大家來控游 要玩土才有意思 我們以前是連這個搖要自己幹 一旁85歲的阿嬤 一連三次病友會都沒有缺席 女兒笑說媽媽是來追星的 有時候這樣子出遊 其實他也是來看林醫師 你先有賺王 林醫師你是他的偶像 你真的愛笑 藉由一些健康的活動提醒他們 怎麼樣把自己過得更健康 讓我更快樂 其實是是這些病人都很快樂 同時病友更能同理 彼此鼓勵 可能有些人才剛開完刀 或者是怎麼樣 我想說去影響他們 讓他們也跟我一樣幸福快樂 10秒鐘之後脖子再慢慢放鬆 放鬆不是往前脫 心情感受很好 而且還可以得到一些運動技巧 還有衛教 像超哥都會對我們的病友主動觀化 所以我們很感激 他們就會覺得你跟我都是一樣的 其實你可以我也可以 大家那種信心跟恢復日常生活 那個信念就會更強 除了幫他們做手術 也希望他們有更好的人生 因為病痛結緣 卻因為關懷而延續的這份情誼 特別珍貴 大愛新聞 國際中江力軍 台中報導 既然是資源回收 在家裡頭分類做環保 這個出發點很好 但是這位長輩最近生病了 滿屋子裡頭堆滿了資源 沒有辦法整理 還好資訊隊伍抵達 幫家屬解決了難題 師兄 開車來喔 志工一邊在屋內清理 一邊拿到屋外就地分類 回收嗎 對 回收 蔣先生的媽媽75歲 20多年前就當環保志工做回收 近年來生病 滿屋子雜物與垃圾 無力整理 其實只有我跟我媽兩個而已 因為媽媽年紀大 然後自己上班也比較累 所以就是說 特地撐這個機會 然後一起用一用這樣 我一隻就好了 每天也一隻就這樣 志工動員20多人 蔣先生特地排休假回家 跟大家一同投入 把家裡的每個角落 徹底清掃 這個都不要了喔 第二樓 把所有的垃圾先清理乾淨 然後包括一樓的 廚房 然後衛生間 我會說一車啦 這是可能二十幾代 用心清掃 用愛關懷 以慈悲心照顧弱勢身心 大愛新聞 真善美志工 楊國華 黃成了 彰化報導 善人行腳 今天持續在新店禁思堂 上午是人文置業 節目內容創作中心的 同仁溫馨座談 他們分享鏡頭 記錄到世界各地的美善故事 還有人間菩薩的善足跡 上一開始回應就說到了 這就是一種人文教育 日本能登半島地震災區重建之路漫長 災命的生活寫照 慈激在災區的關懷行動 透過影像記錄運用科技輔助 加速社群傳遞 也讓真實美善的內容傳得更遠 早上看到的日志的影片 我們其實在雲端也同步會收到 那我們就要趕快這個融媒團隊 要趕快做協作 目的應該是說要讓社眾在同一天 跟上人看同一支影片 讓他做即時的關注 我都給他控制十兩 因為他吃下去沒辦法笑話 謝錦棠照顧90歲的母親 看著母親痛苦卻無能為力 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是疫情讓他沒了生計 一度想走上絕路 但在一通電話後有所改變了 民眾聽到了這個廣播就購買了 就跑去他店裡面 幫他的作品都買了 那也讓他度過難關 後續就陸陸續續 發現他還是有很多困難 慈善這邊已經提供他長期補助 佛像沙畫 莊嚴平靜 這都出自監獄受刑人之手 兩位更生人轉念回歸正途的人生 透過一幕幕真實呈現 慈善人或跟他的育友給他一點點希望 他開始收斂 開始注意自己的行為 他在他父親過世前一年出獄 所以他有見到他的父親 他就覺得很感念說 還好他身邊有這些人 善惡其實真的在一年之間 關於十八年那個威蕭大哥 他在父母往生之後 他其實想要走回頭路 可是 為什麼他能夠現在那麼安穩 因為 旁邊有人在給他留 在給他看過 一支片之後 他承搭的有多少好 這種多少好的品質 類似啦 那在醫院裡呢 醫院這個醫師呢 又是有如何呢 熱衷於對病人守護生命 守護健康 那你大愛呢總是 也是一種能聞負責 看見教育的 結果 透過鏡頭記錄下每個善的瞬間 發揮媒體影響力 讓觀眾共同感受 充滿生命力的故事 大愛新聞 陳品傑謝啟拳林立一 台北報導 趁著暑假 高雄有多間小學 合力舉辦了夏令營活動 學生們體驗呢 把回收物變成玩具 環保站就成為 小朋友尋寶的好手宅 眼界瞬間大開 原來這裡的創意激發了 小不點們無限大的想像空間 圍巾 圍巾 來這裡其實蠻震撼的 因為我自己最近也在搬家 要清除很多的各種垃圾回收 有些東西覺得好像還可以用 但不太確定要怎麼分類 最後就通通變成一般垃圾要丟掉 自己也覺得很可惜 這個不行 這個會破壞那個機器 就把它撕掉 用力把它撕掉 對 這裡沒有撕掉的 用腳簡單的把它撕 塑膠袋堆成小山 大受小手學得不亦樂乎 什麼地方該撕掉的 海下的嗎 撕下的又塑膠袋 我們家應該還要再多製造一個箱子 這樣子可以丟別的 這個是2號 2號我們可以回收的坪 就這樣走 做得認真聽得更專注 一趟夏令營回收知識大加分 我本來是在找說有沒有那種坊間民營的 可是就會覺得有點髒有點亂 然後我剛好看地圖 就發現說這麼近的地方 七賢國小走過來十分鐘的距離 就有慈激的回收站 回收恭喜 到 帶一新聞 曾善美志工 陳建安 楊蒂蘭 張秋菊 高雄報導 感恩 我媽媽四十幾歲生下火 那在她八十幾歲的時候 也是我四十幾歲的時候 她往生了 但是雖然很短的時間 但是我很感恩她 在這次裡面 她給我很多正向的教育 這次裡面我有很多 遇到不管是困難 或是我想做事情 她都第一個支持我 接下來看到是生死一瞬間 花年有一位五十多歲的周先生 去年底身體不舒服 以為只是小感冒 沒有想到卻併發猛爆性心肌炎 一度還休克 裝上了葉克膜 最後是裝置微型心式輔助器 前後住院一個多月時間 先前缺血的心肌 才逐漸恢復了功能 其實微型心式輔助器 就像一個小型的幫浦一樣 手術通常是由鎖骨的下動脈植入的 傷口很小 病患也可以在手術沒有多久之後 拔除吸管 自主呼吸 下床走動來復健 深深鞠躬表達對醫療團隊的感恩 53歲的周先生去年底感冒發燒不退 以為多喝水多休息就會好了 沒想到卻演變成猛爆性心肌炎 心臟幾乎停止的狀態 醫療團隊為他裝上主動脈邦普和葉克膜來維持生命 但人心臟肥大和肺水腫 醫師即時建議裝上左心式輔助器 配合微型心室輔助器 每分鐘可抽取五公升的血液量 周先生說因為他心臟功能太差了 所以他的心臟就有點像這樣子 所以他根本沒辦法有效率的來供應 那所有的血都積在肺裡面 所以他根本沒辦法好的氧氣交換 用銀佩拉脂肪說他心臟就 裡面就不會漲了 經過22天醫療團隊細心照護 心臟功能逐漸恢復 一個多月後出院 很感謝各位醫生跟實際醫療團隊 就是盡最大的努力 讓我爸還可以繼續陪著我們 然後讓我還可以享受到他的愛 我覺得又重獲新生了 那實際醫院真的是五星級的醫院 他有信心 有耐心 然後有愛心 又有決心 然後一直在關心我 那所以我真的也不用擔心 最近一次的回診檢查 周先生的左心式收縮功能 已經恢復到正常人的力道 重回最愛的雨球場 大愛新聞 唐南軍 劉洪志 花蓮報導 國際脈動 南韓中南部降下 兩百年一遇的破紀錄大雨 造成至少有五人死亡 三千五百人被迫撤離 由於受災地區多半是農村 許多民宅毀損 農田被淹沒 還發生大規模的土石流 暴雨伴隨閃電 路面全被擬水淹沒 一名男子驚險受困橋下 幸好最後被救上來 大雨引發洪水直接灌進 民宅還有山區發生土石流 南韓連續數天全國各地降下大雨 尤其在中青南北道 全羅北道一小時降下146毫米 是當地一整年雨量的十分之一 全羅北道群山郡遭受 兩百年不遇的暴雨襲擊 降雨強度創歷史新高 中青南道消防總部表示 短短五小時內接到八百多起 與洪水有關的損害報告 極端大雨導致數人死亡 還有人失蹤 根據南韓內政部統計 目前至少50個地區發布山崩警報 超過3500人被迫撤離 這次降雨之所以規模大 又下個不停 主要是受到西北方來的 狹長雲雨帶影響 受到全球暖化影響 南韓美雨季形態 近年來大幅改變 不只期間拉長暴雨增加 並且更難預測 因此導致更多人命與財產損失 大海新聞張力編譯 南半橋目前是冬季 致力重攏在這個極地的冷氣團威力當中 在中部有一座沿海城鎮佩魯湖 出現海灘上的沙子都結霜的現象 氣溫最冷達到攝氏零下6.4度 致力全國有許多地區都面臨強烈的寒流 氣象部門已經發布了雙凍還有強風的緊爆 而北半球的日本現在好熱 東京有六個人中暑身亡 但是除了戶外工作者 老年人 慢性疾病患者要小心中暑的危機之外 其實高溫對孩童的健康也會造成傷害 因為兒童無法散熱 再加上沒有自主也不太會表達 等到被發現的時候 症狀都相當的嚴重 因此提醒家長要特別注意 超過三百種風鈴 在日本東京隨風演奏 讓到訪民眾在哭暑中感受到一絲涼爽 但日本近期連日遭到高溫襲擊 七月才剛過不到一半 東京已經有六人中暑身亡 由於天氣炎熱 兒童遊樂場的溜滑梯表面超過攝氏五十度 專家表示近日有許多兒童在玩溜滑梯單槓時燙傷 呼籲兒童避免直接碰觸郵具 但就算坐在嬰兒車裡溫度仍超過四十度 日本媒體利用兒童模型放在屋頂做實驗 並將中暑指示劑放在模型胸口 由於地面會反射陽光熱度 再加上兒童身高較矮 側的溫度為三十八點二度 比大人的三十一點一度 高出整整七點一度 小兒科醫生也指出 在日本全國都籠罩在災難性高溫下 孩子們中暑的機率也提升 專家建議在嬰兒車上安裝小型電扇時 可以將電扇放在孩子頭頂上方 由上往下吹冷卻熱量 如果要戴帽子 須選擇淺色帽子 藍色 深藍以及紅色反而會更加吸熱 此外溫度超過三十五度 應避免外出 包括午睡時間在內 需要孩子保持充足睡眠 隨時補充水分及鹽粉 出汗後立刻沖澡保持清爽 都可以大幅降低孩子們的中暑風險 帶來新聞綜合編譯 再看到這個社會現象 住養老院不是年長者的專利 中國大陸的年輕人 最近就流行住到養老院裡頭 但是並不是和長輩當室友 而是有專屬於年輕人的住宿空間 這個社會現象有可能是想要短暫的逃避經濟壓力 還有同償競爭的壓力 上兩年的班全都在重複一樣的事情 然後變成了一個網絡up主 來 接 我其實算一個循規勞矩長大的孩子 到了我這個年級的話 其實父母的推婚的壓力還是蠻大的 養老院最開心的事情就是沒有人去評判 你這件事情做的是非對錯 沒辦法徹底躺平 又不想繼續內捲消耗 壓力與茫然下的中國大陸青年 現在時薪先住進養老院充電 青年養老院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我看青年養老院的時候就有罵聲 青年養什麼老子 同屋正面 我們在這個時代下的壓力太大了 青年人不光要奮鬥 人是需要休息的 每週只需繳幾百元人民幣 就能回歸山林 提前過上閒雲也鶴的生活 有些青年養老院 對年齡和工作經歷還有要求 我們青年養老院45歲以上的不收 從來沒有上過班的不收 慢慢地會發現早起的人越來越多 年輕人大多時候會把手機關掉 跟大家放空式地去交流 有專家表示 關鍵在於中國大陸就業環境惡化 文憑貶值 競爭越來越激烈 收入卻不一定增加 讓年輕人普遍對職場失望 而這與世無爭的桃花源 就是短暫逃離一切的出口 很多在城市裡面工作的一些青年 住七天 住二十天嗎 還是要回歸到原有的一個生活狀態 和工作的一個狀態 能夠把自己的心咬得更安靜 能夠更好地去出發 大愛新聞綜合編譯 英文消息 全台灣兒童戲曲巡演活動 正式開跑了 今年邀請到二十多個表演團體 分別帶來歌子戲 布袋戲等深入各地表演 小朋友可以近距離來感受 傳統戲曲的魅力 拿著長劍揮向同伴被顛倒大王控制不聽使喚的身體 到底顛倒大王有什麼詭計呢 歡迎歡迎 電情歡迎 唐美雲歌子戲團專為兒童設計新劇本 讓大小朋友都能看懂歌子戲 早期就有在做校園推廣 以戲曲的方式來介紹給很多小朋友 期待的這次除了藉著兒童劇 吸引小朋友來看戲以外 可以讓更多的家長入門歌仔戲 文化部長與小朋友一起在舞台上 手上拿的是布袋戲 親自感受布袋戲的魅力 因為我覺得文化現在雜根就是培養下一代的孩子 對文化有所體驗 然後我們也最新的標榜我們台灣的文化 帶到全世界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傳譯夠樣巡迴開跑 觀眾不只看戲還能親自體驗 巡迴走進台灣各地超過兩百場演出 風神寶寶劇團 五州掌中劇團等 將走進偏鄉 讓各地觀眾都能就近感受傳統戲曲之美 大愛新聞黃曉晴 鄧映中 台北報導 李宮廷下午的天氣狀況 首先北部地區會下起短暫雷震雨 降雨機率高達了50% 新竹苗綠則是多雲時勤的天氣形態 中部地區是多雲的天氣 最高溫來到了35度 低溫是31度 降雨機率稍微低一些 南部地區是多雲的天氣 最高溫35度 低溫31度 東部地區會下起午後雷震雨 高溫有34度 離島地區是大太陽的天氣 最高溫可以來到33度 感謝您加入今天的大愛午安新聞 接下來請繼續收看大愛劇 你好我是誰 我是林國昕 祝您平安順心 我們明天再會